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当年技能比赛 就有机会代表香港去瑞士 参加世界技能大赛 为了提升自己的花艺技能 就用了一年时间 密集式地学习这个花艺 没有人想着我参加纯粹陪跑 都是想有个名次回来 其实自己觉得努力了这么多 我那一年里只休息了三天 是拿不到名次 所以打击很大 我们乘搭蓝车回来的时候 我们全部乘搭头围了一圈 然后要哭就哭 要大叫就大叫就下来 赢不到当然很不开心 但我看到有个队友赢得到 即是那一刻的开心很大 还要是一个第二名 很偶然的机会 他就参加了个比赛之后 他就发觉原来自己 对花艺方面的东西 和一些技术方面 因为他又很有兴趣 于是他就开始寻找他的目标 从那里开始 我觉得不是除了花艺方面 当然大开眼界 看到这么多国家 其他人、其他学生 其他参加者所做的事 而是对于做人方面 人生之中 我想都是一个开协力 而且这个比赛 我未必会入这行 即是最初头 我连过花区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比赛员呢 反而令我很想给更多的人 即是连不懂花 你对花没有兴趣的人 都想告诉他们 花是一样很有趣 很开心的东西 我觉得我决定了要走这条路 我就要做得比其他人更好